人数土鳩为了成仙 竟然将狼人的立场洗了干净 这是他吃的第99个人 只剩最后一个就能得到生铁 而被吸缸的狼人只剩下一张皮囊 就离骨头也消失不见 这让佛波勒找不到任何信息 这边土鳩又闻到了死亡气息 使一个小混混逼人又强击中 很快土鳩就顺着气味找了过来 近期还未死透 于是将他掏到了马路中间 启动刹子 禁止走在身上压纳过去 因为他只吃死人尸体 这也是土鳩的原则 但这次他没有吃毒食 而是回到了家 他让尼迈的父母还在等着喂食 见狼人回来 仰人立刻开始了变身 并张开了大嘴 接着 土鳩静止找他们 将食物喂进了嘴里 狼独好父母后 他又开始寻找最后一个食材 殊不知 此时的佛波勒已经发现了线索 他们根据土鳩的细信 披止出了食水 羽毛碰在了自己的身上 准备饮饮出动 很快土鳩就闻到了食腐味 他顺着气味涨了过来 就在这时 一只牙口出现 这也吸引到了狼人拼头哥 随后他追了过去 可一波小心撞到石头上 等于不行 额头上流出的鲜血 一个被土鳩闻到 他静止转身 朝狼人的方向寻了过去 这让佛波勒动感不妙 慢一会儿 土鳩就发现了拼头哥 随后开始搬运尸体 翻到了路中间 接着 他激动车子 准备如法炮制 圈君一发之际 佛波勒找回来 土鳩赶紧急着逃跑 没想到 一脸气势进入 看着自己死去的儿子 机场陆入的两人 却不愿浪费食材 然后 当着风波落的面 将尸体洗了干净